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升为神仙 致阴者下降入地府 于是便有了神与鬼的分别 在很多民间传说和文艺作品中 都会把人死之后的魂魄描述为厉鬼 并且认为七月半时会有诸多厉鬼危害人间 其实这都是对神鬼信仰的误解 今天就跟随来认识下道教认为的鬼 道教中既有神道也有仙道 仙道就是道家所追求的长生不死 逍遥自在 无拘无束的仙人境界 仙道是道家老庄精神的体现 神道是护国幼民 忠孝节烈 对于国家和族类有突出贡献的人 逝世之后英灵昭著 或受朝廷册封或受天庭褒奖 被奉为神灵 道教之神道则是儒家精神之体现 一进一退 一入世一出世 一个追求的个体的解脱和自在 一个是对国家群体的认同和尊重 道教里面除了修炼成仙的仙人之外 还有神 儒家常将鬼神并称 但是却不言仙 道教却神 仙 人 鬼都谈的 何为鬼神 诵如云 鬼神者 二气之良能也 周易也说 知鬼神之请状 足见儒家是承认有鬼神存在的 否则你怎么知鬼神之请状 既然说知鬼神之请状 前提就是有鬼神 一般的人死之后浑身而迫降 灵魂归于泰山 或言浩里 或言丰都 或言北斗 但是有些忠孝之英灵却不受这个规律 不是成为鬼 而是成为神 鬼神本是仪器 崎岖则为鬼 神则为神 也就是说同样是一个人 死了之后既可以成为鬼 也可以成为神 所以道教中认为的鬼神 不过是阴阳二气所化 人生天地之间 本身便禀赴着阴阳二气 小孩出生时 新生儿的身体是暖的 哭闹的声音是嘹亮的 其一切自然反应都呈现出外放的姿态 这是阳气充沛的表现 随着生命过程的损耗 人身体内的阳气也在一点点消散 老年人普遍怕冷 整个身体也都呈现出勾楼内缩的状态 这是阳不胜音的表现 天地万物的生长枯荣 其实都是阴阳二气相互轮转的结果 因此道教中的鬼不但本身 没有那么多的可怕之处 正相反 神 人 鬼 分别正代表着阴 阳 与和气 此三者虽然身份殊途 但他们却是彼此互生且缺一不可的存在 道教立教的根本在于阴阳二字 世界万物的阴阳展现方式不同 并不存在数高数低的差别 所以在道教的观点中 并不会对人之魂魄所化作的鬼类 有任何歧视的心态 著名的智怪故事《宋定博捉鬼》中 描述了一段宋定博与鬼同行的过程 纵然人鬼异类 但文中的鬼并不是可怕而邪恶的形象 他如同人类一样 也有疑惑 有畏惧 其鬼者无非是另一种活着的状态罢了 中国人信仰的根本在于鬼神 这里的鬼与神并不是今日所谓之迷信 而是对万物之灵 包括人类自我先祖的崇拜 面对超越了自我能力与认知的现象 古人认为这是某种灵性的反应 为了表达对自然力量的尊崇 于是产生祭祀与祈祷 这一行为的意义在于 一方面是发自于对未可知之事的敬畏 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仪式化的方式 对万民进行教化 宗教之来源便在于 用可见 可学的方式教化众生 使其敬畏天地 敬奉先祖 敬功他人 并将此人天之力代代相传 因此而言 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信仰 并非在强调借助鬼神的力量 来完成人间的意愿 而是更加侧重于去完成教化的责任 任何一种文明在发源初期 都离不开一个职业 巫 巫柱的职责便是与鬼神进行沟通 以鬼神所给予的信号 来昭示人士的吉凶 商朝时期的巫柱 在进行祭祀仪式的时候 会请求先公先王 作为人与自然力量相沟通的媒介 这即是一种对祖先与鬼神力量的崇拜 许卓云在《中西文明的对照》中说 有了祖先崇拜 显然也会有对于传统的尊重 凭借宗族和婚姻关系延伸出的网络 也成为链接合作的系统 于是家族伦理和尊重传统这两个观念 数千年来建构为影响中国人行为的价值尺度 由敬鬼神演化为尊宗族 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传统 即便如闭口不谈鬼神的孔夫子 也曾说过五不与祭如不祭 如果我不亲自参与祭祀而找人替代 就相当于没有祭祀 中国人向来是信鬼信神的 所以并不能强行以无神论或迷信等词汇来掩盖 甚至于湾区传统信仰所具有的教化属性 道法会员中提出 凡境化为仙境 人心可革天心 指的便是以人心之清净 去感应天地自然之本出 若诚心一念 自然鬼神相助 在这里 人 鬼 神 三者仍然是三体一味的 而不是某些外来文化中水火不容的状态 祖天师立教之时 在汉进的历史文献中多称张灵之道教为鬼道 称其道徒名为鬼族 如三国志张鲁传约 张鲁遂居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 其来学道者出皆名鬼族 不明旧理者往往认为 这是正统王朝对草民出身的政治阶层的蔑视 是一种污蔑的称呼 但其实是因为天师道善于屈神欲鬼之术 据李英蜀记记载 张灵在赫明山学道 并虐计于社丘之中 得咒鬼之术书 为之遂解释鬼法 有关学者考究认为 社丘当即赫明山中的以无教团体 咒鬼之术书即是底腔民族的驱逐鬼神的乌金 此处指鬼道 有抓鬼 杀鬼 镇鬼 用鬼等多层含义 时至今日道教中传承的诸多惠字 皆由鬼字头 体现的仍是对鬼之力量的借用 至此足以说明道教对鬼始终保持的 乃是不骄不畏的态度 不论神鬼 行天地之正弃者 皆可得万民香火信奉 如果因贼害人必然会受到相关的惩戒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不同 则与鬼的归徒有关 说文中提到众生必死 死必归世 此之为鬼 鬼有所归 乃不为例 抑制凡是危害人间的鬼众 均是行魂无处依附的原因 人身所化至阴之气不断汇聚 达到某个界点时 必然要阴尽养生 在宗教理论中以轮回转世的方式体现出来 若阴气无法转扬 及鬼众无法脱胎 难免就会生出诸多利器 从而危害人间 若如此 则该如何 这就不得不提及道教水火祭奠的功德 萧红忽兰河传中的一段文字记载说 7月15是个鬼节 死了的冤魂怨鬼 不得脱生 缠绵在地狱里非常苦 想脱生又找不着路 这一天若是有个死鬼 拖着一盏河灯就得脱生 道教以慈悲力教 修行人悲悯天地万物众生 这其中自然包括鬼道在内 7月半鬼门开 并不是说地府要放出诸多鬼众来肆意横行 而是借此时节是无处可依的魂魄 能够在道教法师的加持下 受炼更生 从此解除前世冤孽 超生云露 举步难攻 阴尽阳生 阳灭阴气 即便是神 人 鬼 三徒 也仍包含在这亘古不变的道理之中 不论是否信奉宗教与鬼神 在日常生活中都要做到 敬神如神在 能得其中妙职者 才能体悟到宗教所倡导的信仰 敬畏 虔诚 内守 等行持方法的深远教化意义 毕竟正身为人 方不惧白鬼夜行 通过今天的内容 你是否还是怕鬼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万 如果你喜欢小万 别忘记点击订阅按钮 我们下期再见吧